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小小的金针,作者安防侄子,翻译彭义 老奶奶的针线箱是一个又旧又大的篮子 很久很久以前,老奶奶嫁过来的时候就带来了那个篮子 然后,老奶奶就是用这个针线箱缝孩子们的衣裳,缝被褥,替袜子补上补丁,做窗帘什么的 现在,那个篮子已经发黑了,好多地方都破了一个个洞 可老奶奶还是宝贝的不得了 篮子有一个小小的红色的针叉,一把拴着铃铛的剪刀和红白黑三个线团 还有一个装着钮扣的小盒子 针叉上,老奶奶出驾时带过来的三根大针,三根小针,整整齐齐地排列成两排 一干完了活,老奶奶一定要数一数针的数目 小小的针,一二三,大大的针,一二三 老奶奶一边眯缝着细细的眼睛,一边这样唱着 每一根针都是银色的 可是有一天,老奶奶发现自己的针叉上 叉着一根从来也没有见过的小小的金色的针 哎呀,老奶奶把眼睛凑到了针叉前头 这是太阳的光线吧,她想 她连针叉一把抓了起来,可果然是一根针 是谁呢?老奶奶沉思起来 是谁在我的针叉上插上了这样的针呢? 老奶奶轻轻地取下了金针 针从来没有多过啊 老奶奶摇摇头,把金针插了回去 从那以后,老奶奶一干完针线活 就必定要唱起这样的歌来 小小的针一二三,大大的针一二三 再加上一根金针 一天晚上,老奶奶钻进被窝 才记起来答应过小孙女要缝一套玩偶的衣服 对了对了,说好明天要缝好的 反正也睡不着了,老奶奶呼得一下子爬了起来 得,两夜缝吧 然后,老奶奶就要去开灯 可手突然停住了 漆黑的房间的一角 有一片奇异的亮光,蓝蓝的 就仿佛一颗非常非常小的小星星 掉下来了似的 那是放针线箱的地方 是的,蓝光就是从那个篮子的裂缝里透出来的 针线箱里点着灯呢 老奶奶一下子高兴起来 她有一种感觉 好像千载难逢的事情就要发生了似的 老奶奶的心怦怦地跳着 朝针线箱那边走去 然后轻轻地打开了盖子 怎么会呢 针叉和钮扣盒之间的一块小小的广场上 像花一样点着一盏蓝色的煤油灯 在那盏煤油灯的灯光下 一只非常小的白鼠正在干着针线活 白鼠还系着戴尾嘴的围裙 啊,吓我一跳 老奶奶那嬉戏的眼睛都瞪圆了 白鼠端正地坐在篮子里 正在往那根金针里认线 是你啊,是你把金针放在我的针叉上了 老奶奶叫出了声 这一声叫得太大了 白鼠吓得不知所措了 长长的尾巴抖个不停 然后往上一跳,说了起来 是的,因为我们家里没有针叉 所以,所以每天晚上我才在这里干针线活的 不,不过,我可一点都没有给您添麻烦 针也罢,线也罢,没有灯也罢 全都是我自己带来的 而且,而且 没有关系啊,针叉你用就是了 听了这话,白鼠高兴地行了个礼 一个不够,连行了好几个礼 不过鼠太太,你在逢什么呢 听老奶奶这样问道 白鼠回答说 是鞋啊 什么啊,缝鞋子 这让老奶奶吃惊不小 就连擅长针线活的老奶奶 也从没缝过鞋子 老奶奶把眼睛贴了上去 看起白鼠干活的样子来了 白鼠把剪成小鞋子样子的褐色的皮 灵巧地缝到了一起 这是栗子皮 把栗子皮用水煮了 在水里泡上三天三夜 再在月光下晾干 白鼠说 啊,这可真够费劲的 可不是吗 不过,用栗子皮缝的鞋子 穿上又轻又舒服 这样的鞋子 我一共要缝上十二双呢 那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家里有十二个人 是这样啊 可是,白鼠也穿鞋子吗 白鼠太太突然压低了声音 其实,我们要搬家了 搬家 是的,到今天为止 我们一直住在这座房子的阁楼上 不过,这回我们在遥远的森林里找到了新的家 所以,我们决定去旅行了 哦,这可 老奶奶张大了嘴巴 到今天为止,老奶奶一点也不知道啊 自己房子里的阁楼上 竟然住着白鼠一家 而且,这群白鼠还像人一样穿鞋子 白鼠太太继续说 搬家的事全都准备好了 只剩下鞋子了 怎么说呢 要走好远的路啊 要翻过七座山 渡过七条河 越过七片原野 才能到达那片森林 太远了 要穿上栗子皮的鞋子走很远 要走到鞋子坏了才能到 可太太 不特意搬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不行吗 老奶奶嘴里嘟嘟囔囔的说 于是,白鼠的小眼睛开始放光了 不,我们的好多伙伴都住在那里 他们常常来信 说什么今年月局的果实采了一个够了 什么清水涌出来了 吹来舒服的风了 小小的白枪威全都开了 说归说 可白鼠太太的手就没有停止过 金针简直就像有了生命一样 在栗子皮上飞针走线 老奶奶佩服了 你可真有两下子啊 她叫道 白鼠太太用牙齿咯噔一下咬断了白线 然后晃了晃头 谦逊的说 哪里哪里 哪有什么两下子 还只是在学着做呢 这天晚上的活干完了以后 白鼠太太带着缝好了的鞋子和煤油灯 回家去了 只留下金针还插在老奶奶的针叉上 明天晚上还要来 请带我保管一下 针不插在针叉上 立刻就会生锈 行啊行啊 老奶奶连连点头把金针宝贝式的收了起来 一天晚上缝一双小小的褐色的鞋子 缝好一双 白鼠太太就会这样唱起歌来 哎呦一双缝好了 月亮圆圆 银色的鹿 野枪威拳都开了 去大森林吧 因为白鼠每天晚上都唱这首歌 老奶奶就记住了 不久就和白鼠一起唱了 于是老奶奶的眼睛就变得能看见那片大森林了 风摇动着绿色的树 从没有看见过的白色的小花 开的那个烂毛 一闭上眼睛就能闻到那花的香味 多好啊 老奶奶也想住在那样的地方 盖一座小房子 用果酱竹竹竹果实了 用糖奄奄栗子核桃了 在白花下面睡个午觉了 很快 十二双鞋子就全都缝好了 最后一天的晚上 白鼠太太这样说道 老奶奶 作为谢礼 这根针就放在这里 呀 真的吗 老奶奶浮了浮眼镜 这 这是真的吗 这么漂亮的针就成了我的东西吗 老奶奶甭提有多么高兴了 她捏住金针拿了起来 举到月光下看着 然后歪过头说 明天用这针缝点什么吧 老奶奶的眼睛闪闪发亮 第二天 老奶奶想 就缝窗帘吧 好长时间 老奶奶的窗户上都没有窗帘了 老奶奶打开衣橱的抽屉 取出一块珍藏的白布来 这块布一共有十米长吧 这还是很久很久以前 老奶奶还很年轻的时候买的 她用一把大剪刀 剪下窗帘大小的一块来 做上了记号 好了 该把线穿过那根金针了 老奶奶没戴眼镜 可针眼却看得一清二楚 细细的线一次就从金针的小小的针眼 穿了过去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 然后 当老奶奶开始缝的时候 针就像滑形似的 在布上前进起来了 她快的就仿佛老奶奶的手指 在针后面没命的追赶一样 这比缝纫机还快 老奶奶叫道 就这样 一眨眼的功夫 一块窗帘就缝好了 老奶奶心情好极了 大声地唱起了歌 还有一块缝好了 月亮圆圆 银色的路 野枪微全都开了 去大森林吧 老奶奶来劲了 她决定在自己的房间里 再多挂上几块窗帘 北边的窗户上也挂上吧 房间的门口也挂上一块吧 那边的橱柜上也挂上一块小的吧 然后 实际上 老奶奶缝帘子比挂帘子更快乐 没有什么比金针在白布上 像阳光一样飞快的前进更快乐的了 老奶奶一天缝一块帘子 这样不知不觉中 老奶奶的房间都被白帘子围起来了 一天晚上 这天夜里的老奶奶有一种很舒适的倦意 熄了灯 钻进被窝 迷迷糊糊的快要睡着的时候 觉得不知从什么地方挂了一阵清爽的风 四周的帘子一下子飘了起来 然后月光射到了正睡着的老奶奶的眼睛上 像撒下来一把银粉似的 老奶奶眼睛都睁不开了 怪了 明明关了木板套床睡觉的 老奶奶想 可是 接着就飘来了一股花香 这是蔷薇的味道吧 这么一响 又飘来了冷山树的气味 接下来是树叶在风中速速作响的声音 小溪流淌的声音 小动物们活动的动静 老奶奶吃惊的爬了起来 于是听到了这样的歌声 一开灯 普通的帘子 一熄灯 森林中 老奶奶朝四周打亮了一圈 哎呀哎呀 老奶奶大声叫了起来 老奶奶一个人躺在月夜的森林里 老奶奶身边是参天大树 帘子哪儿去了 一除呢必除呢 可哪里有那种东西啊 老奶奶目不转睛地窥视着周围 这时 从寂静的树木之间 一团团白色的东西一闪一闪地动了起来 不一会儿 一大群白鼠就出现在了老奶奶的眼前 其中的一只跑到老奶奶跟前 这样说 老奶奶 前些天多谢您照顾 老奶奶眼睛眨巴起来了 哟 白鼠太太 她叫起来 白鼠太太把胖乎乎的丈夫和十只小白鼠介绍给老奶奶 接着一只接一只 又介绍起唐兄弟唐姐妹白鼠 从唐兄弟从唐姐妹白鼠 以及他们的亲戚白鼠来了 老奶奶一一还礼 最后头都昏了 白鼠丈夫竖起白胡须 然后得意地把手上拿着的一大把牌给老奶奶看 打扑克吗 老奶奶这才发现 白鼠已经在身边做成了一个大圈 可我根本就不会打扑克啊 老奶奶一开口 白鼠丈夫就说 什么呀 简单 传牌就行了 从边上传过来 再传给下一个就行了 一边说 一边给众鼠发起牌来了 没办法 老奶奶也进了圈子里 白鼠接过牌 偷偷偷地看着 一脸认真地沉思着 还有的 啊啊地呻吟了一声 老奶奶凝视着发给自己的牌 可那不过是一张白纸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老奶奶让边上的白鼠看自己的牌 可那只白鼠像是生气了 哎 不能让别人看 就这样 老奶奶玩起了根本就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的游戏 他学着白鼠的样子 从边上接过牌 再传给下一个 传了一阵子 白鼠们突然叽叽喳喳地嚷嚷起来 什么谁赢了 谁输了 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 但是老奶奶还是不明白 玩完了扑克是茶会 先喝了月菊果酱热红茶 还吃了核桃饼干 不论是茶还是饼干 味道都非常好 老奶奶想 还是生活在森林里好啊 不久 私下里就渐渐地明亮起来 天空稍稍染上了一层蔷薇色 听到了小鸟的叫声 在刺眼的早晨的光芒中 白鼠们的身影看上去有点模糊了 这时 又听到了那个歌声 太阳一升起来 普通的帘子 太阳一落山 森林中 清醒过来的时候 老奶奶正坐在自己房间里的被窝上 从围了一圈的白脸子的缝隙里 早上的光透了进来 老奶奶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 拉开了帘子 这时 从老奶奶的袖口里 突然掉出了一片小小的方纸 竟是昨天晚上的扑克牌 哎呀 把白鼠的扑克牌给带回来了 老奶奶把扑克牌翻过来一看 上面写着这样金色的小字 还是请把金针还回来吧 老奶奶吃了一斤 跑过去 打开了针线箱的盖子 插在针插上的是三根小银针 三根大银针 只有这么几根 像阳光一样美丽的金针 已经不见了